就是我那天在Instagram 就收到有人密我 是一個外國人 他就說可不可以跟你買XX的照片 然後他就稍微開個假 然後我又開個假回去 然後他就馬上很阿沙哩的說OK喔 我就想說 他是要詐騙我的資料嗎 結果不到五分鐘 登登 我的PayPal跳出了這個東西 天啊連他的名字跟妝 跟他的柱子都有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我們今天的主題真的很特別 其實我一直覺得 這個東西就是小小的都市傳說 但是我曾經也是聽過蠻多人 有這個經驗的 就是我在上個禮拜 碰到一個人 當然有很多人像我們這種行業啊 譬如說網路上的工作業者 我該稱我自己 influencer 都會常常收到 譬如說有訊息問你說 有沒有興趣被包養啊 通常人家問我這個 我問問說請問是你包養我 還是我包養你哈 那空姐會不會有這樣的劇情發生 我下次來問 好啦我要跟大家講我收到什麼啊 就是我那天在instagram 就收到有人密我 是一個外國人 他就說可不可以跟你買腳的照片 我說蛤 跟我買腳的照片 我就覺得他在跟我開玩笑 就想說我是聽過這個東西啊 但是我沒有想到 這個東西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我覺得說 喔這個好有趣喔 可能可以拍成影片 我就跟他講說 好啊那 請問你要付多少錢 還有我會把這支影片拍成youtube 你介意嗎 他竟然跟我說他不介意耶 他完全不介意這件事情 我就真的超驚訝的 我就想說這個人真的有認真的在看我的東西嗎 我說我沒有什麼照片是有露出腳的啊 露出別的地方可能比較多啦 我就問他說 那我有哪些照片是露出腳的 他就找了這一招給我耶 然後我想說還真的耶 而且我的腳還有擺姿勢 我想說怎麼會有人真的有這個癖好 於是我就打電話給我的老外朋友 我說欸 我跟你講 有人就是跟我買腳的照片這樣 他說喔很正常啊 然後他就馬上很阿沙哩的說OK喔 我想說這是真的還假的 於是他下一個動作就說 那你把你的PayPal的帳戶給我 他如果大家要donate我的話 就這個這邊的帳戶也是可以donate我的好不好 沒有他就說你的PayPal帳戶給我 我就想說他是要詐騙我的資料嗎 天啊我就開始想各種詐騙的手段 我就說不會把PayPal帳戶不就是email而已嗎 也是我很擔心 有我的身邊的人 他就說阿不會不會不會 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把這個東西給他 我還是隔了一段時間 然後他還問我說你在哪裡 阿你不是說好了嗎 我說喔我一定很忙這樣子 然後我就把email給他 結果不到五分鐘 登登 我的PayPal跳出了這個東西 天啊連他的名字跟他的柱子都有 然後下面他寫fit 我就覺得超驚訝的欸 真的會有人願意付錢 然後叫我拍假 會不會有人喜歡就嘎吱窩啦 你的太陽穴嗎 那種這種癖好的人 我就跟他說那我可以就是過兩天之後再拍給你嗎 他說喔沒有問題啊為什麼要過兩天 不過沒關係 他就整個很chill你知道 過兩天然後那一天剛好穿的鞋子 然後還有腳很硬 那我想說啊隨便啦拍給他 應該沒差吧賣他那麼便宜 他就問我有沒有塗指甲 我說有塗指甲有 然後我就拍拍拍給他 他就說perfect 所以你塗這個指甲是為了他嗎 不是啦 這是我自己塗的指甲 誰會為了他啦 如果他知道我的腳真的很臭 有時候真的很臭的時候 我真的問我的朋友就知道 我的腳就是會流汗 然後就很臭 他還會願意買我的照片嗎 還是其實臭他們更喜歡 我就不知道 那我再給你寄一個香味的蘋果具給他 問你的錢 就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在eBay上面看到人家在賣那種絲襪 上面都挖兩百多塊 然後五百多塊美金 我想說哇靠 這是什麼東西 這也能賣 然後我就覺得這可能是詐騙 我就沒有太理會他 而且重點是我身邊有朋友 我也是聽說的 還是他其實通常講這樣就是他 不是我啦不是我啦 好反正我朋友朋友他就說 有些人呢他會加碼 多加個兩百塊美金給你 他要你穿三天的絲襪 我又傻眼又驚呆我了 但是經過了這次 我就覺得說 這應該是真的吧 最後我就把我的這個照片傳給他了 欸這樣子後不會這支影片出來說 下面一堆人在燒到你啊 我跟你講誰燒到我就把你再去後山買了 不會吧不會燒到我吧 我就是看起來不好燒到人 那如果他要上電視 他要上youtube 我就把他的東西PO出來 啊如果是無頭照的話 我絕對是直接封鎖的 不過今天的小故事就是這樣啦 我就 蛤 處女賣了我的腳了 啊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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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掰掰 不是剛剛有人問我說 你說那個他現在我拍什麼唯美的是不是 沒有好不好 你們想說了他不是 他要我的腳的時候這樣子咧 你們看到這個照片他是叫我這樣翻咧 他要我這樣整個翻過來 你的這個體位是不是就很簡單嗎 這超讚咧 然後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我的腳還很髒 那腳上面全部都是灰成堆一顆一顆的 什麼黑的 然後用一點美肌好了 我沒想到拍腳這麼麻煩咧 啊然後他就這樣這樣這樣 降開降開降開 然後我一直這樣搬這樣搬 然後他就超級辛苦的你知道嗎 他就超辛苦的 他一直超辛苦欸